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习近平一直没杀人 这是在我节目中一直说的 我跟大家讲过我是很有溜于共产党的 完全有溜于共产党的本身的品质和形象 这个概念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他以党的名义呢 但是又与党的生命品质对立的方式走到今天 昨天杀人了 在吕梁市的一个 吕梁地区的一个市的副市长 我没有看到正式报道还没看完 没看 只是推特上跟这个YouTube上留言了 这个人呢62岁是50几岁 贪污受贿不明财产 大概十多个亿 十几个亿啊 说巨额数额巨大 被当地的地方法院判处死刑 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在推特上 在我跟我有关的一些推特上 有个朋友说 涛哥杀人了 涛哥是没杀人 习近平杀人了杀人了 我大概看到了就是这么个故事 因为整个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整个那个故事我还没有看完整 有个朋友提到说 说他意识到挺绝的 在杀这个人呢 在判这个人死刑的时候 强调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强调了国家监察委员会 大概这个故事呢 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死刑犯 应该需要最高法院核准 我们看 我在看到节目的时候 看到这个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在两会 从去年十九大到今年两会结束 我跟大家描述过一个东西 我说习近平对政法委呢 突然停止了他的动作 包括傅政华进入司法部任司法部长 都停止了他的动作 而在政法委体系中 这一次的更改中呢 把610办公室取消 把这个综合办取消 维稳办取消 其实实际上大大削弱了 政法委体系本身的 他的实权 他的功能 你别看都合到政法委里了 没用了 没用了 原来政法 比如说原来政法委有一栋楼 后来呢 政法委出了610办公室 这个维稳办 综合办 所以他从一栋楼 可能就改成了四栋楼 他不是评级机构 都低过政法委 但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都是政法委 而这一次呢 说给他合并了 把那些机构都取消了 就把那三个楼又给腾空了 说都集中领导 都归政法委了 表面看起来政法委大了 实际他弱了 十九大郭生坤 没有动 到了这个 到了两会的时候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司法部 都是原来政法委的顶尖式人物 傅政华呢 你可以解释成 可以解释成习近平之恩图报 因为当年 六年前 如果没有傅政华的话 可能习近平确实就被周永康杀了 这有可能 确实有可能 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令计划的儿子死了 这件事情 出车祸了 然后傅政华把周永康卖了 而在我心里 我个人认为 习近平永远不会相信 一个出卖别人的人 他不会信 他不会信 那在我们 在我们个人的评论中 谈到说 当政法委体系 一直没有受到伤害 从去年到现在 他实际没有受到伤害 走到今天的时候 今天又拿出消息说 判死刑了 这是一个地方官 对吧 所以这里的故事在哪 我只能说 画个问号 而从另外一点上说 他的坑仪 是走在两会之后 两会 就是人大之后 当他走到两会 他现在拿出的是 国家监察 这个监察委员会 国家监察法来说话 用法律杀人 用法律判死刑 所以又有了一种含义呢 给依法治国 依仙治国 祭旗 英国金融时报 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吴小灰案 突然在上海开庭 检方指控 吴小灰犯 集资诈骗罪 和职务侵占罪 此前 当局并没有披露 审理日期 此案突然开庭 令人颇感意外 吕梁的那个死刑犯 跟这个 是在一天出来的 是在一天出来的 而且他讲了 突然颇感意外 没有任何预兆 没有任何预兆 如果他们中间 真的有关联 如果那个死刑犯 确实跟习近平自己 知道那儿有个死刑犯 是议题的话 他背后的潜台词 金融风险 跟金融危机 在习近平的心头大患 就在他的眉睫上 吴小灰星期三 开庭审理 诉讼过程将揭示出 更多的有关中国政府 指控吴小灰的犯罪细节 吴小灰去年6月份 被带走 那开庭将标志着 安邦快速崛起后的 突然崩塌 华尔街 安邦创始人 吴小灰 案开庭审理 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星期三宣布 当天公开审理该案 那公开审理的背景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一名律师为吴小灰辩护 但这个律师是哪来的 怎么回事 不知道 法院没有立刻就提供 上述任何指控的详细内容 也没有具体说明 庭审可能持续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来的很突然 而他的突然就跟那个死刑犯 卡在一起了 在同一天 也是在今天 王毅去了俄罗斯 去谈 去谈这个华为的事情 对不起 去谈华信的事情 叶简明 因为4月1号之前 要给人家钱的15亿欧元 而他涉及到全部金额 是91亿 是92亿美金 折合欧元大概72亿 这是玩命啊 他的时间就这么多 玩命啊 那我想说 这应该整个与金融相关的 一系列的东西都在其中 郭树清头一天被任命 央行的书记 第二天这个案子就顶出来 同一天王毅去了 这个俄罗斯 习近平 你只能说习近平 确实个干活的人 而这个活呢 就像我说 这屎盆子这边屎呢 蛮丰富的 美国之音 中国实现资本管制 投资美国商业地产 大幅度下降 美国纽约一家地产 咨询公司报告说 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地产 投资2017年大幅下降 总投资额大概73亿 2017年 而2016年是162亿 主要的城市 纽约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和西雅图 疯狂购买呢 最受爱戴的是纽约 而2017年 中国人只购买了34亿 减少了54% 减少54% 那其实呢 商业购地呢 在相当程度上是 资金大转移 它不以个人的名义出现 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出现 公司去买这个房子 那你说国内那个公司 那个钱到底是他个人的 还是银行带来的 这东西都是游戏楼 对吧 所以当这样的监管 被卡住的时候 说明国内的监管的做法 是产生作用了 2017年实行资本管制 对美国商业投资明显放缓 巨额交易和酒店收购 加强的幅度最大 2015年 安邦19.5亿美元收购了 华尔道夫 他在文章里就 美国人也在谈这件事情 那创造了有史以来 美国酒店最高的售价 所以这基本就是胡来 这基本就是胡来啦 他胡来的原因就是说 表面你看起来胡来 因为那个钱是从银行拿出来的 都不是他自己的钱 他只要把钱移出去 就是他的钱 所以这个酒店值3亿 13亿 我给你15亿 18亿 你卖不卖 他肯定卖 卖完之后呢 你表面看起来是我 赔了我多花了两亿 但你从来没想过 我是从国内倒挡出来十几亿 爷们儿我一分钱都没花 海航爆出财务困难之后 加快出售美国的物业 2017年5月 刚刚买下的曼哈顿公园大道的 245号也正在往外卖 据说这个是他们老板的房子 当时是说是老板的房子 而华信呢 而这个华信的叶简明接受调查 彭博社今天说 正在出售将近100个物业 其中包括曼哈顿的川普世界大厦的公寓 所以有道理相信呢 真正的金融危机 就是现在习近平真正在面对钱的问题 随时有可能崩盘 所以才如果死刑的话 冲了那么一个人死刑的话 他也透显出今天的金融危机 如果是这么回事 是他杀的以国家法律的名义 那他也就反衬过来 今天的钱分分钟能要了习近平的命 能要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命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